没有想到吧,贵州人从早餐开始就要吃这儿根了 不顾的想吃太好 对啊 哇,好香 肚子饿的时候闻到炒鸡蛋的味道太幸福了 哇 他做一个蛋包养育糯米饭 今天又是这儿根和他的好搭档 小萝卜 小土豆,我来切这儿根 你是不是有磨过刀呢? 没有啊 刀好快啊 很好 不用切切块,把它蒸熟 不管是炸洋芋还是洋芋泥,里面都一定要放酸萝卜 送你一个包子 这回是蒸的 还要切一点火腿肠 天哪,这个树叶两天没注意,它就黄了好多 感觉马上就掉完 不吹风都再掉 接下来打鸡蛋 这个鸡蛋好黄啊,有个过的 哎,还挺好的,也没有什么蛋腥味 这个小时候在外婆家,每天早上起来听到鸡叫就想去捡鸡蛋 你是不是每天早上都有鸡蛋鸡啊? 那可不 应该熟了 哎,哇,好面的洋芋 真好,太合适了 蒸片小葱 花椒 让它先煮着,我们先来把豆豉给准备一下 哇,好香啊 哈哈,臭 随便按一下,今天要加水给它弄成糊糊 那个阿姨家已经在晾腊肉了 真的要过年了 他们应该不会重庆过年 应该是 差不多了,你把它捞出来 开这儿,用猪油炒才是最香的 蘑菇的小食炭 对啊 哈哈哈哈 粉价让你惊烈到 哈哈 差不多吧 这个洋芋是比较面那种 对,就要这种才好吃 烧烤辣椒面 我突然想起来石像门口的喵喵 他会问,要酱鱼还是要二合一 哈哈哈哈 你要二合一是吧 没有想到吧 贵州人从早餐开始就要吃这二根 所以要放鸡蛋了 对 做食饿的时候闻到炒鸡蛋的味道太幸福了 过来可以都买一起回家 二合一 怎么样 这张蛋皮可大 来咯 哇 太香了 可以开吃了吧 可以啊 好吃吗 好吃啊 浓浓的鸡蛋味 还有软软的养育 解腻的酸果酷 超级大 就要酸果酷太解腻了 是啊 嗯 嗯 4 5 10 7 10 感谢观看